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十年以前 我开始在我的神圈订下一条 在这个神圈读书的三样式都要学会 第一 一定会传福音 第二 一定会教导很深的神学 第三 一定要牧养教会 西方的神学教育 训练做牧师的只懂做牧养 不会教导 训练教导的很懂知识 不懂布道 那布道教员 专门布道 布道 什么学问都没有 所以有学问的高研 传福音的不修无书 做牧师的一直想看 快快得到博士修位 不是 PhD 是doctoral ministry doctoral ministry是很少有修问的人 所以把上帝的工作三分化 结果能做这个的不能做那个 能做那个的又不能做这个 所以专研究学问的人从来不传道 所以专研究学问的人从来不懂信仰 专布道的人从来不懂信仰 这样我们看见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 当支离破碎 当重要的信仰课题来到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不想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